杠底侠最弱的战甲是哪一套 除了手提箱我抢不出来其他的了 咱们聊聊马克5手提箱战甲的由来 杠底侠马克123世代穿起来是相当不方便的 需要搭配智能穿戴机器 不光穿起来麻烦脱下来也是个反心事 于是托里才有了将战甲变血式的想法 随后可随身携带的马克5灭世了 由于该装甲较薄 与边锁第一次交手就被打得稀烂 战甲的损伤程度等同于报废 相比起其他战甲来说就是个弟弟 这战甲除了配备掌心炮和胸口的脉冲炮外 就没有其他的武器系统了 但马克5号仍然有飞行功能 但飞行的速度与高度都有限制 马克5的制造材料不是兼顾的钛合金 而是类至于变质带或碳纤维的合成材料 使得它的防御能力极低 经过这次实战过后 托里再也没有使用过马克5手提箱 因为在玩意儿确实不靠谱 于是在便携式的方面做出了改进 才有了后面复联1中的马克7 托里带上跟踪手环 战甲能够飞起来寻找主人 这一次战甲的使用 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于是托里又进行了改进 将跟踪器植入手臂 才有了后面经典的马克4二浪子战甲 千里走单起 接着 战甲门